還記不記得自己第一次有機會做電視演員的事件是怎樣的 可能就是我剛剛回去拍《梟雄》的劇集的時候 非常之深刻的 因為那時候我進入劇組之後 我是要在上海四十多天的 在那裡發生了很多事 我又在那裡受過傷 受過傷 發生什麼事 看不出來就是混血液 看不出來 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那次是拍一些動作場面 對 拍一些動作場面 跟一些內地的農夫舞師交 你知道他們是很認真的 1、2、3、4 那一刻就是3、4 原來是中了 然後就裂了勒骨 是頭幾天拍攝的 中了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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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不及就被他踢到勒骨 沒什麼價格的 你沒有帶勒骨嗎 有勒骨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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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說 很認真 他就轉了腰 那些是不懂得流力 不懂得流力 當真打這樣出力 他們說不可以說 他們不懂得流力 是我吃了力而已 都一樣 你是吃力派演員 是嗎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駐称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的日差一分已經在我旁邊 這位朋友 以前昔日是我同學的弟弟 是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間 我還記得是在他的家 是 上去玩 對,他的歌就帶著我去做的玩 這個就是我弟弟 Gary 你好 你好,你好 我們一轉眼 當然我們已經認識了 也是在演藝圈裡面 一個非常有份量的人物 在我心中 因為在很多不同的界別裡面 他都能夠獨當一面 他就是譚偉拳 Hello,大家好 你好 Gary哥哥,你好 先叫Gary哥哥 阿清叫Gary哥哥就是你的年代 不知道他是哪個年代 看兒童節目 對,你一這樣叫我就很親切 對 小朋友看待 小朋友的回憶 因為相信在香港每一個小朋友 都一定看過閃電傳真機 你那一代 有幾代 有不同的 430穿梭機 其實很早之前 韋權已經入過TVB 應該是八幾年 八九 九三四那一年 九三四 是呀 那時候 但之前你不是做過 再早一點 你那些是新地帶 是的,你又記得 鄭師兄 我真的很記憶 因為我以前是新地帶 是之前的 你是第一代 我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黃毅和梁榮忠 第二代是我輝仔和梁榮忠 我也曾經做過一代 是呀 新來新地帶 那時候還沒畢業 還沒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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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記得好像你去了香港話劇團做全職演員 然後做完全職演員之後 又回到TVB 就開始做兒童節目 大家就更加熟悉他 因為Garry哥哥大家都很認識 那時候就天天都陪著很多小朋友一起長大 當年的小朋友到今天 已經成為中雷 就由兒童節目開始講起 好啊 要翻前一點 由全職演員開始進了電視台去做 為什麼會變成兒童節目主持的機緣是怎樣來的 其實是我沒得選擇的 命運的安排 因為我那時候 是命運的安排 你想唱是不是 我那時候在香港話劇團 做完那個叫做我和春天約會 就被邀請進去見 但是那時候在Tiny Department的時候 就剛剛經過兒童節目的監製 他就見到我 又發揮到我 然後就叫我去 叫我去interview 怎麼走過 可能他是在搜尋找人 那一陣子是在找兒童節目主持 我剛好又進去見 他就找了我 我打算當時見是進去做拍drama的 即是拍劇集的 是 但是首先做兒童節目 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條件 就是要不討厭小朋友 很喜歡 不要說喜歡 起碼不討厭 一堆年輕人 你會不會 沒錯 你少點耐性都不行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發火 那時候的Gary已經是ok的 ok的 我都給小朋友 小朋友都走過來玩 玩的 這個好像挺好欺負的 挺好相遇的 ok開心的 即是一直都在兒童節目發展 然後就做一些音樂節目和包裝節目的主持 但是做兒童節目給到你的挑戰和最後的得償是甚麼 挑戰就是要面對一些很吵的小朋友 好像剛才這樣 還有一些叫做前輩級的小朋友 前輩級 你知道嗎 前輩級的小朋友 因為其實你進去做的時候 我剛剛進去做 其實有很多小演員 已經是由不知幾歲開始做兒童節目 前輩 前輩來的 被你入行 早很多年入行 所以有時候都要聽聽他們說話 我想知道他們會說甚麼 例如他們說不是這樣拍的 或者說來多一個 創鬆片 MG 沒錯 你真的不要MG 因為小朋友要11點之前要下班 是啊 不能阻礙他們下班 阻礙人下班 阻礙人下班 猶如巡行和會員 那開始的時候會不會應到呢 好像有點奇怪 會不會 開頭就不會說不適應到的 但是就要習慣跟他們玩 是啊 就是怎樣去交往 對 怎樣去跟他們交往 最重要就是要聽你的話 你要叫停 他們真的要叫停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是啊 有沒有一些年輕人的事件 印象難忘的呢 就是前輩級演員 最難忘的了 他那次有沒有跟你說甚麼 你努力一點 你有機會的 你一定要用心 多年我不是看好星仔 我不配合他 哪有今天 就是他是那些年代 所以你是要 就是陰敬 尊敬 除了前輩小朋友 可能還是有譚玉英姐姐 一定有 我有兒童節目 對 跟他們的合作又是怎樣 那是很開心的 因為其實小時候已經 很希望沒有想過 現在還說小時候 你都不小了 每一個人都有小時候 都是想跟譚玉英有個交往 剛剛加入的時候 剛剛加入的時候 能夠跟譚玉英姐姐一起合作 是真的匪夷所思的 匪夷所思 而且真的很開心 說真的 譚玉英說真的 在兒童節目那邊 還有你跟譚相處樂 其實她是很爽的 非常爽的 跟你譚笑風生 就是off了工作之後 大家把酒譚歡 是 挺開心的 好人來的 好人來的 好好聽 那是不是因為 兒童節目的關係 所以看到你之後 從1999年開始 你是教小朋友的戲劇 是關不關你入了兒童組時 如果你有這個戲劇導師 那又不是直接有關係 只不過是因為我背了 這個兒童節目的名字 Garry哥哥的時候 如果我又教戲劇的時候 我又喜歡小朋友 那就不如順理成章 教戲劇教育 嗯 因為那段日子裡面 其實第一次離開TVB 都是去做舞台劇的 是 沒錯 回到舞台劇演員的生涯 直到差不多2013年的時間 再回到TVB 第二次加入TVB 但是主要就是做演員 就是做演員 那個轉變又是怎樣來的呢 我了解的 因為其實做兒童節目 很大件事就是經常都要裝鬼扮馬 第二就是如果在其他節目裡面 都不是梗的角色的時候 可能那個形象就 還可以說還沒定型 很難在舞台劇上生存 說真的 是的 都是那種想法 是不是 還有真的想再一次 可不可以給自己的機會 進屋去做一些 劇集的角色 給自己一個機會 是 也是想做演員這方面 是 想做電視演員 還記不記得自己第一次 真的有機會做電視演員的事件是怎樣的 可能就是我剛剛回去拍 梟雄的劇集的時候 非常之深刻的 因為那時候我進入劇組之後 我要在上海四十多天 在那裡發生了很多事 我又在那裡受過傷 受過傷 受過傷 看不出來就是混血兒 看不出來就是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那次是拍一些動作場面 對 拍一些動作場面 跟一些內地的農夫舞師交 你知道他們很認真的 1 2 3 4 那一刻就是 3 就是4 原來是中了 就裂了勒骨 是頭幾天拍攝的 中什麼 中了勒骨 Side Kick Side Kick 隔不及就被他踢到勒骨 沒有什麼價格 他是屁股 你沒有帶屁股 有屁股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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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說出來 很認真 轉了腰 那些是不懂得流力 不懂得流力 當真打這樣出力 他們說不可以說 他們不懂得流力 是我吃了力 你只是吃力派演員 你只是吃力派演員 有時候開始我真的吃力派演員 最慘是因為那時候 剛剛開始拍無多久 叫做幾日 我就進了演員照 然後一直痛著 那四十幾天就完成那個旅程了 哇 那我也感受到專業演員的狀態 就是你怎樣辛苦你都要繼續拍 因為接下來全部都是動作戲 都很影響發揮 如果你一直勒著勒著 是痛的 是痛的 那我也堅持得好 我想再退一一點 就是你第二次回到電視台的時候 兒童組有沒有再向你招手呢 欸 繼續 繼續回來 沒有了 他都要說完 我想表明 因為你進了劇組之後 就很多其他人都不會召喚到 因為你要進劇組 因為他們那些兒童節目 他們差不多時間拍攝 對呀 所以跟劇組就很難遷就時間 分開了兩點 沒錯 那劇組是不是真的辛苦很多呢 就是演員 肯定要日夜顛倒 這個已經預料了 只不過是再回來的時候 就能真正感受到 但是在一、三年再回到TVB的時間 就看到譚偉權就會拍 很多角色真的有戲做的 而且那些角色都是很鮮明 在劇裡面是牽到一些作用才放在這裡 Amy姐也經常會用你 沒錯 我很感激她 因為她真的好看我 黃森衛小姐 每一次開劇都會預料一些很好玩的角色給我 那些角色就是所謂功能的角色 即是會牽動一些東西 我和你拍的那個神探 都是有個角色都是這樣玩的 是 非常之過癮 其實拍劇的那種滿足感 如果對演員來講 而做到一些所謂功能的角色 其實是很好玩的 即是令到故事一直發展下去 因為你是帶動著劇情 沒有你的話就可能那件事情不會發生 衝突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人其實都很關鍵的 但是如果每一部劇都在做這些的話 你就會比較搶 但是問題是你沒有那麼辛苦 你不用吃 但是在某一部劇裡面 你一說你記得那個角色 大家都可能會很有人像 你有沒有自己最喜歡自己演過的哪一個角色 在TVB裡面最棒 如果是比較近年一點的 就是《西域》24小時 因為那個是一個我自己都骯髒骯髒到 我都不能夠忍受 我每一天的化妝就是弄到自己油嵌嵌 牙就要塗那些啡色的油 你又不可以 煙色那些 我是整排牙油了 油完之後你又不可以吃東西 又不可以喝東西 然後每一次都要開鏡前 就是埋位之前都要照顧 有沒有脫掉又要塗 都吃了不少顏色 嘩 捱我的角色 我才是個裝飲的演出 人家說失色不少爭 食色不少 當然現在《隱瞞》裡面又有你的演出 還有一套好像傳貨是耳空感應 耳空感應 那套還沒出門 那套還挺有趣的角色 那個反差 先說一下《隱瞞》 這次跟你《隱瞞》有什麼 不代用 不代用有什麼火花 火花主要就是仇靶 哈哈哈哈 就是讓他利用他 而且我也有救過他的 即是我也有打救他的 就是幫他找多點錢 幫他找水腳 找一個好地方 主要是供應商 是 因為吳代用在今次這套《隱瞞》裡面 就是很兇惡的一個角色 片場裡面 可能私底下他也是這樣 私底下當然不是這樣 私底下 私底下 吳代用昨天剪了肌 可不可以鬆他的手 好啊 我就忍不住氣 哈哈哈哈 太入氣了 可能私底下他和你會不會有些對戲 或者他和你的合作之間是怎樣的 有啊有啊 因為其實阿代用哥 大家都知道 他原來也是學戲劇底的 他那時候在新加坡那邊 也有做這件事 剛好有個前輩 也是以前我們香港話劇團的前輩 也跟我合作過 所以我們大家聊幾個時候 就說回那個前輩 大家好好聊 啊 共和朋友 哈哈哈哈 很簡單 讓大家一起說他的 壞話 哈哈哈哈哈哈 坐下吃飯 聊天 和他和代用都很友善的 是啊 非常之好 他有時候和我們討論的戲 怎樣做 一會兒怎樣配合 嗯 還有我想在大家試戲的時候 代用都會有一些進入 大約我一會兒會什麼酒位 到什麼時候我就會發表 可能大家都會聊一聊 如果我這樣的話 你會怎樣 都會可以聊一下這些 是啊 還有有時候試戲的時候 他真的 那個力量很厲害 哈哈哈哈 我們有一場 是有一場 不知道是開頭拍了 因為他真的要試 就是說他很生氣 我就開車去接他 在山頂裡 接著他就拿個 不知火水 在那裡扔車 是 扔掉了 哈哈哈哈 試的時候已經扔掉了 扔掉了 那你想想 那個力量是多厲害 就是說我們發火 如果他後來要燒了一輛車 那場戲 那真的很害怕 他自己也沒有嚇到 試戲已經凹了 我都不用怎樣做 總之我真正回應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他的能力大動到你 是啊 沒錯 因為我角色 前七天總之很害怕他 總之他放在一起 那我就真正回應就可以了 真的很舒服 認真士氣 這樣才有認真的效果出來 還有導演 攝影師都知道 如果我應該要發爛 扔掉 他扔到什麼位置 扔到什麼位置 那怎麼辦 是啊 要試清楚的 好玩 在TVB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隱瞞和二胸感應 看到譚偉拳的演出 不過當然他沒有離開電視圈 他轉換到 轉頭另一個電視台 去了另一個媒體 究竟他有什麼新的節目 又或者接下來有什麼新的發展 當然我們這個時間 就不跟大家說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更加重要 先隱瞞 先隱瞞 因為我們的遊戲要玩 有更加重要的東西要做 哈哈哈哈 一圈圈 和你圈眾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再按大燈 就可以為了